我们被巴黎称为中国的爱马仕 好的东西就是要去分享 谁能想到丝绸 和泥和中药材 薯粮 竟能碰撞出一种珍贵的面料 这种出生在佛河山的传统飞夷 已经有千年历史 经过设计师的雕琢 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高奢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感受感受 国际时尚圈的气息 哈喽 梁子老师 欢迎你到天洋院来 梁子是天意良筹的品牌创始人 被称为最中国的设计师 非以文化国际传络者 一人掌握数十项国际大奖 时尚圈称她为梁筹女王 梁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与国际品牌迎台匹配 她功不可没 梁筹跟湘云沙 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吗 大的来说是一个东西 梁筹更是酥面语 然后香油沙就是老百姓爱用的一个词 他们的染色工艺是一样的 都是用鼠梁这种天然的植物来染色的 鼠梁是一种天然的植物 对 它要经过用鼠梁汁浸染三十几次 最后还要在这一面 晒太阳的这一面 涂上核桃里没有污染的淤泥 发生了一个自然的化学反应 还能发出沙沙的响声 所以被俗称向云沙 后来就演变成香云沙 我还以为是因为它有味道 所以叫香云沙 这是我们佛山的老祖宗传下来的 第一眼看到它摸到它就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就投入了这个梁筹衣服的设计和研发 推向市场也有了一些反护之后 我就特别想把这个面料 作为我们天意的经典的面料来沿用下去 梁子老师告诉我 天意梁筹能活到海外的密集 不仅仅在于天然环保的面料 梁筹它只剩一种原材料 通过我们的设计 不停地有创新的元素 因为我觉得设计关键是能够打动人心 你光是一块老面料 你怎么去穿 怎么让它极限出 现在生活有关的这种时尚 又舒服又健康 然后又美又能与时代接轨 像我们建这个梁筹保护 天意梁缘 目的就是保护这个传统的手工艺 但是在设计上 我们是一直在创新 创新是我们天意的命根子 品牌定位已经向一些国际的奢侈品大牌去看齐 我们被巴黎时尚学院 时尚专业的EMBA的学生 称为中国的爱马仕 来都来了 今天这组国际高车加持的氛围感 从有圈酒风格是拍定了 中事实上的感觉我感受到了 很感兴趣整个梁筹的制作工艺 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想去体验一下是吧 对 那好吧 那好吧 走吧 去体验一下 这就是一缸新鲜鲜榨的薯粮的枝叶 对 你要不要闻闻 其实这是一个植物的清香的 你发现 是一股清新的味道 对 不是很明显 淡淡的 是的 所以它是最天然的一个染料了 不光是你闻起来有清香 你手静下去 你的皮肤不但不会受伤害 还能得到保养的作用 我看这个颜色已经跟我那里的这个很接近了 等会可以感受到这个丝绸 静一次以后根本就不是这个颜色 要达到这个颜色要三十几次 对 这样 然后像这样就可以去晾起来 晾干以后再来紧 它就再吸进去一点 所以都是功夫 一个好的设计师 就是要会把这个好的材料去用好 从市场上完全没有 凉筹相用下的衣服 到通过我们的一点点推广 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中国 有这样一种传统的面料 有这样一个品牌 能够把凉筹做得那么时尚 在巴黎呈现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时装学院 他们的时尚EMBA学生 和纽约时装学院 又选择我们品牌 作为他们的可持续设置品的研究对象 在他们心目当中 他们都是把我们品牌看作是 就是超越受制品的受制品 这样一个定位 我们就是可持续设置上的先行者 传递的是一个中国古老的智慧 有环保的意识 和现代的可持续设置上的理念 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 在西方国家的这个消费者 对中国时装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中国没有原创 那我们现在不但是有原创 而且我们还带着自己的最高档的 这个手工植物展的面料 是我们的衣服被穿到了世界各地 被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喜爱 向世界来展示我们的中国的好设计 我获得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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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美国的研究 她是一个创造的 我感到有关于工作的 这些年来 我感到有兴趣 因为我感到 她是一种最新的技术的 的一种新的技术 在19月6月 我们在巴黎开起了 我们的两种生产市场体验空间 叫做自家 就是一个分享中国 并向中国设计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我也会因此觉得我需要做得更好 能为不单中国的 为世界各地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体验和时尚体验